从我要分手费你知道吗 从我要分手费你知道要多少钱吗 多少钱 你要一百万 我还给我给你一百万 你哪值一百万呢 我给你一堂好贵啊 21岁小伙儿理直气壮吃软饭 不甘被甩 直接就耍起了无赖 向女友索赔百万分手费 结果被女友当众打脸 我要的是个大男人 我不是养个儿子 见过要分手费的 但这么狮子大开口的确实是少见 而且还是从一个大男人嘴里说出来的 如此奇葩 难怪会让女嘉宾小黄哭笑不得了 都说现在这姐弟恋香呀 但再香也得考虑现实情况 今天这对情侣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小黄和男友小张恋爱一年了 刚开始恋爱时 他认为男友非常的体贴 虽然比他小四岁 钱挣的也没他多 但对方会很用心的为他做饭 而且还是四菜一汤的那种 所以当男友时不时的 向他要一点零花钱啥的 他也没当回事 直接大方的给了 没曾想换来的却是喂不饱的狗 男友小张对他的索取 是越发的变本加厉了 竟然连工作都不干了 天天躺食在家打游戏 变成了一个妥妥的软饭男 咋地 这年纪轻轻的就不想努力了吗 当身手党还当上瘾了 不是我说 这风华正茂的年纪就应该发愤图强 走一些不靠谱的捷径 他行不通呀 而且人家小黄也不是个没脑子的人 他并没有一味地惯着对方 反而对男友有了一些介怀 当小张想走后门去他的公司谈业务时 他果断就拒绝了 因为在他的心里 男友根本靠不住 由于说一 小黄这做法没毛病 先不说公司的事 就小张这个不靠谱的 别最后事情没做成 还反倒害人家小黄把工作给丢了 可小张不理解呀 他非得自我感觉良好 认为对方没把他看在眼里 所以遭到无情拒绝的他 是火冒三丈 直接和狐朋狗友 喝到了大半夜才回家 然后两人就当着朋友面 大吵了一架 气得小黄半夜淋着大雨跑了出去 对此小张也没有理会 闹到最后 小黄因为淋雨发了高烧 还是同事把他送进了医院 送医院以后 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发短信也不回 第二天给我一个什么理由 是我因为我说他没有用了 他觉得反正他也没有用 他来找我的话 他也不是医生 也治不好我找我干嘛呀 你都说我什么都干个流 我还去干干什么 你觉得你先自己去干呢 咱就是说 这种忘恩负义的人要他干嘛 平时吃人家的 穿人家的 一不顺着他 就开始变脸了 竟然对自己的女友 如此冷漠无情 这哪是谈恋爱呀 这不妥妥的只谈钱吗 而这小张 也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说他只图钱吧 他又经常吃醋 因为小黄和公司老板的 家里的很近 所以他便坐了几次 顺风车回家 这也是体谅男友跑来跑去的太辛苦了 谁知对方直接就不乐意了 你知不知道我站在窗户上看到一个人说送你回来 你知不知道我什么感受 那也不是说天天 就是偶尔 再说你说老板说送你 你也不能说每次都拒绝呀 你跟他回家走了 就偶尔 跟他过得了 你什么人你有病啊你 不过这还不是最让小张受不了的 他表示两人天天一起回家就算了 竟然还一起出去旅游了四天 当时小黄告诉他只是公司团建 而且不能携带家属 对此他也没多想 所以就直接同意了 可后来他越想越奇怪 怀疑女友是打着聚会的名义来骗他 其实就是和老板单独约会去了 跟公司一起出去 还有顾客 我跟老板能有什么呀 一大堆人呢 因为这事把玻璃打碎了 把谁架的玻璃 老板架的 我不打玻璃我打你啊 瞅瞅是理直西装的样子 合着没打人还有理了 真要那么在意 就去找那个所谓的情敌呀 他也就只敢跟小黄刚了 你应该打老板家的呀 你砸自己家 没去过呀 咱看来这没去过是假 怂才是真的吧 而且他还把中二病发挥到了极致 砸完玻璃 非得把自己的手弄伤了才作罢 打碎了 看还差一块 怕拿手给打碎 现在还留个口子 简直脑有病吗 好家伙 他也是够狠的 不过他这操作 我也是不敢苟同 只能拿来骗骗他自己了 估计他心想 瞧我多爷们 未来爱情流点血又怎样 这所谓的姐弟恋 也让我开眼了 关键他除了一通乱砸 啥也不会 也没能力处理后续 最后还得要人家小黄 出钱来善后 最重要的是 这小张吃软饭都不老实 他还背着女友和别的女生玩暧昧 虽然这说法有些夸张 但人家也没冤枉他 这精神出轨 还是有很大嫌疑的 对此小张解释 他之所以和那个女生聊天 单纯是在做好事 他是在拯救别人的生命 我迷惑了 就算是这样 但他作为一个有女朋友的人 怎么着都不该跟其他女生走太近吧 况且他还不只是聊聊天 他还发展到线下了 可小张还是坚称 自己是在做好事 因为有一次 那个女生给他发了很多轻声的言论 于是他赶紧跑到了对方家里去 当时那个女生都已经吃完安眠药晕过去了 好在他去得及时 不然对方指不定就玩完了 厉害了我的哥 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呀 人家小黄这个女朋友 淋雨发烧生病了 你都可以不管不顾 可一个平白无故冒出来的妹妹稍微诉下骨 你倒是异常上心 自己的女友都照顾不好 竟然还上赶着去别人那儿逞英雄 你把人当妹妹 人把你当过来 我不是就哄你了吗 我跪在地上哄你啊 我跪在地上不是因为怕你 那是因为爱你 对不起 我丝毫没感受到爱 我只看到了努力 而且是不想失去小黄 这个长期饭票的努力 接着 他为了求得对方的原谅 又用起了苦肉剂 喷了一瓶安眠药 来自证清白 小黄自然是被他吓到了 立马就带着对方去医院洗胃 可去了才发现 这小张是在搞事情 他早就把安眠药 换成了维生素 你是缺维生素你 还是脑缺小儿你 我不是想吓我吓我你吗 跟我吓完了 我赶紧给送医院 医生告诉我 说没什么事 里面吃维生素 全是维生素 就这种奇葩男友 不分流着过年吗 如此幼稚 谁摊上谁倒霉 小黄也终于被对方的 一系列操作整无语了 再加上 他的父母都不喜欢小张 所以他便直接提出了分手 没曾想 这小张愣是不愿意 声称要分手可以 必须给他一百万分手费 笑不活了朋友们 这小张真的不是来搞笑的吗 把咱图里老师都给逗乐了 但让我意外的是 小张表示他这么做 只是想挽回女友 不过很可惜 人家小黄已经彻底死心了 我要的是个大男人 我不是养个儿子 有句老话说得好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现在这情况也很明显了 一个想要分手 一个苦苦挽留 对此 所有导师都是劝分不劝合 尤其是图里老师 他表示 就算小黄继续当一个冤大头 也只会有短暂的快乐 根本不可能走到最后 顶多是在免费帮别人培养老公 如果跟他接下来继续相处的话 你是在帮别人培养老公 而你只是他成长过程当中的 其中一个老师而已 其实你相反 你是可找一个比你更成熟一些的男人 虽然这话有些难听 但不得不承认 是相当的有道理 而对于小张 图里老师劝告他 不要把感情当做儿戏 二十多岁的男人了 还是得学着长大了 最后的最后 两个人都选择了直接走人 果然这爱情还真是让人猜不透呀 希望他们是真的放下了吧 pam,p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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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